兄弟们好啊 今天晋山摘野狮子 我身后就一棵野狮子树 但是太高了 长得也不多 有一位粉丝朋友 说十块钱一斤 叫我去帮他摘 摘个十几到二斤左右 钱不钱都无所谓 帮他摘一点 其实这个野狮子 它比较硬 还没熟 熟的话甜是甜 就是肉少 湖比较大 前面还有一棵 前面一棵好摘一点 树比较矮 这棵就放起 这边低一点好摘 全部摘完也没有那么多 大概多少算多少 好硬 很小 哎呀 我搞的一个软的 嗯 给这一点烂 像这个狮子在我们这边 一般是没人来摘的哈 肉太少了 估计要放到 放在那个米里面哈 放几点应该就会软 哈喽 哈喽 您这个电话怎么总是打不通呀 这个软 终于搞了个软的 很甜 嗯 真的很甜 跟蜜汤一样 都是的你看 一个那么小的狮子哈 你看 你们看一下有多少子在里面 你们看一下 看一下 有几个你看 全是这个子 嗯 再吃一个 看 嗯 像这种的 软了的哈 一点色味都没有 很甜 就是子多 海拔不够了哈 不好摘 用这个摘果神器啊 嗯 这个再咬一点 哎 这个好用 这个好用 哎 进来 哎 这个好用 哎 哦 要用的 别说 好用的 哦 可以 哇 哇 哇 这个 这个软的 再是一个 这是一个水库 是我们这边最大的一个水库 现在干掉了 再吃一个 没有 再不到那么多 五斤左右 有的太高了 这个也够不着 甜 也不知道这个大哥在这干嘛 是为了吃呢 还是做别的东西 吃嘛 还不如买到大式的吃 肉多 这个肉少 就摘到这么多 摘不到 也没有多少在上面 尽力了 阴雨蒙蒙的 满天黑了 回家 兄弟们 明天见